购物中心美食街 传来一声怒吼 男子气到直接翻桌 居然是为了抢胃爆冲突 手指着对方鼻子骂 翻桌后还想冲上前打人 被人拦住还不停脏话连发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全被一旁的小朋友们募集 大年初五美食街人潮爆满 前面排队后面翻桌 还有无辜民众被波及受伤 三方兼提伤害 狂害迷遇 恐吓 毁损等告诉 每一台你就拍逆向啊 这么东西你 一名男子下车狂嗆保全 居然是逆向闯停车场 被劝阻还反过来大小声 我有骂你张话吗 告我啊 告我啊 开好车跑 告我啊 什么事 男子疑似恼羞成怒 不断喊要保全告他 疑似到高雄真爱码头 看黄色小鸭逆向想停车 违规惨喷最高一千八 美食广场一位难求 为了抢位翻桌标骂 这年过得火气可真大 记者赖冠章 叶正云 郭怡珍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